以前讀品的经历 吃了可能十几年 坐牢又进进出出八次 去到最后其实 我还要做一个手术 就是切了自己的唐缸 后悔 当然后悔 我戒的时候完全没想过自己 我踢球或者换玩音乐 为了自己梦想 我跟自己说 一定可以回到最后 我觉得自己有希望 我相信我自己可以做到 三十三岁的冯冠中是一间戒毒院社的社监 做这份工是因为他都是过来人 十六岁就开始吸毒 之后沉沦毒海十几年 我第一次接触都是朋友给 一给就吃了 觉得贪得意 但是当时也不知自己想一人 天天吃 早午晚 下午茶 宵夜都吃 就算你睡觉 可能窄醒到厕所又吃一吃 当时毒品已经是生命的全部 生命被毒品俘虜 灌中那时会用所有的收入去买毒品 甚至乎会铤而走险 为了毒品犯罪坐了八次监 除了留有案底 灌中的身体也有永久性的损害 失败时有尿频 我认为21岁开始有尿频 几分钟 几分钟是一次 默契上来 去到最后 其实我还要做一个手术 就是切了自己的膀胱 再切一段大腸 去做一个假的膀胱 毒品令灌中输了健康 也令他一度没了家庭 和爸爸关系恶劣 但幸好的是妈妈对自己 仍然是不离不弃 我记得有一次 见到我妈叫我劝我 其实有时候都会劝我 我是吃完的 然后她拍我 就跟我说劝我 然后我瞄一望她 我发觉 咦 原来我妈多了很多白头发 那个时候都很心悲 十几年了 坐牢这么多次 她每次都来探望我 很远她都来探望我 那么多年都对我不离不弃 那一刻 其实 那一幕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是 我心很 吹 就是因为这样 灌中终于滴起心肝解毒 但这条路并不容易走 她没有吸毒一年之后 曾经短暂走回头路 幸好今次很快就龙崖勒马 所以很多时候因为 这些问题 会被人解雇 那时候都很不开心 觉得我都没有吃毒品 为什么 我坐牢照常 但是为什么都没有人接受我 曾经试过走回头 我觉得 我突然做回以前的自己 因为 解毒之后 得到很多东西 得到一个亲情 或者身边很多朋友 支持我 我说不想再因为 自己的不好的絶杂关 令自己这些 这么辛苦 这么难得拥有的东西 再自己一手破坏了 那我又再立刻 找社工去解决问题 在解毒途中 除了一路社工的协助 观众自己的梦想 也都帮了很大忙 我本身都很喜欢踢球 然后读完书学坏了 就没有踢球 或者根本就没有空踢球 就是为了吸动 到解读的时候 足球也是给了一个希望 都是很想可以到香港去 去踢毛家姐的世界步 这个梦想也都令伴中学会坚持 其实头几天参加选拔 我都参加不到 因为我身体很差 但我知道自己想做 为了自己的梦想 我和自己说一定不能回头 回头又肯定什么都没有 成功进入集训队 但是观众仍然要给其他人付出更加多 在集训上面 我旁边很痛 集训就要去厕所 因为整个急事 你痛又不想说 因为你害怕 你的表现差 你又没有机会 就是会被人失望 观众憑着以致战胜心魔 最终如愿以上 去年代表香港远赴挪威出战 有你为我 为我鼓掌 除了梦想 观众在戒毒路上也有音乐陪着他 我自己是在教育中心开始接触音乐 我当时觉得很开心 我发觉一件事 就是我不跟别人比 去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 其实自己会开心 就是当初 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做到 时代表我都跟我说了一句话 到现在我都记得 他就说 喂观众 你永远要相信你的潜能 是一定永远比你想象中大 我戒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踢球 或者会玩音乐 这首歌对观众来说特别深刻 我这么多年里面都在一个这么黑暗的生活里面 我是不相信的 但是当时听到这首歌 就是觉得 还有坚持着自己对教育的信念 我觉得我是可以撞得破冰山 我相信我坚持 我一定总会有希望 因为我也是看到别人有希望 因为我看到别人都戒掉 就是想我戒掉之后 去影响到人 被人看到我这样 我都可以戒掉 其实其他人都可以 看着太阳狂走 看着太阳狂走